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宗主礼范儿大宫会议六十周年弥撒 范儿让听主教会向世界敞开大门 男女修会年度研习 现身生活新指引 圣家会欢度一百一十二周年会庆 圣母圣心修女会创会九十 感恩庆典 许大士神父谈圣经共荣营 罗继元神父说 一起走上爱你的路 1970年教宗保禄六世访问玛尼娜 亚洲主教们第一次齐聚一堂 催生了亚洲主教团协会 2020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刚好是五十周年 只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庆祝活动延到今年举行 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时刻 亚洲主教们特别召集了一次会议 为天主教会在亚洲找一条新路 亚洲主教团协会第五十届大会 10月12号到30号在泰国曼谷举行 10月12号台湾时间17点30分 先在曼谷的班傅万牧林培训中心 举行弥撒圣祭 由亚洲主教团协会主席 茂波书记主持 有150多名主教与会 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 李克勉主教 台北总教区中安柱总主教 和嘉义教区普英雄主教 都参与了这项会议 茂波书记在讲道时强调 这是亚洲主教团协会的喜年 作为对亚洲教会的庆祝 通过弥撒的经文 和本次大会的主题 作为亚洲人民一起旅行 走一条不同的路 他强调 这是一个五旬节的时刻 一颗要追随的明星 也是一个挑战 与耶稣一起前行 茂波书记非常感谢 亚洲教会和亚洲主教团协会 所做的一切 提醒大家注意亚洲主教团的任务 也就是成为一个传教士和宣讲的教会 随后开幕式晚间19点 在慎若望保禄二世大礼堂举行 泰国文化部长伊地福坤普鲁姆等官员 也参与了这项盛会 教宗方几个在开幕式向与会成员发表视频 他首先提到1970年亚洲主教团成立的日子 在那一年保禄六世教宗 访问了亚洲地区 与广大的民众会晤 那时的亚洲大部分是年轻人 亚洲是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发源地 那时广大群众 从听天由命的宿命中觉醒 教宗敦促亚洲主教说 被联合议 matin 医者群邻さん 為父父养哲美 可何人 各自合衆 求联合 rer猛俩 distribute 我们 召瞳 与 我们一起来的工作 在这些人的联系 是要做的 是重要的 是要联系统集合 在这些联系统集合 在这些东西 这些人的联系统集合 在这些人的教育里面 是在这个社会上的教育里面 的问题是 什么是说的 是这些人的联系统集合 这是要的问题 你们要回答 那些人的基督 要求那些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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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每一位的基督 要求每一位的基督 因为 基督不一样 是一样的基督 是一样的 要求每一位的基督 要求每一位的基督 茂波书记在开幕式当中表示 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 亚洲主教团协会 跨越了千禧年 向第三个千年迈进 历史的召唤 圣神的移动 我们要一起说 前进的亚洲教会同道协行 为重生更新和振兴亚洲教会 10月12号到30号的会期当中 主教们将讨论他们所关切的问题 会议将才闭门举行 让每个主教都能自由发言 29个成员国中 每一个都会邀请 就目前国家现况进行说明 尤其是流行病 全球化和性别问题 都列入讨论之列 10月23号开始 主教们会到不同的堂区去做体验 为亚洲教会辨别寻找新的道路 预计10月30号在曼谷主教座堂 举行闭幕弥撒 由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 塔格兰书记主持 教宗方济各10月9号 在圣伯多路广场 册封斯卡拉布里尼和泽德为圣人 弥撒中教宗强调了 两对新圣人的方表 他们包容每一个人 推导内在的繁离 重新发现彼此为兄弟姐妹的感恩情怀 教宗特别提到排斥移民是种犯罪 10月9号主日 圣伯多路广场上聚集了5万名姓友 参与两位新圣人 珍伏斯卡拉布里尼主教 和慈友会终身修士 征服则德 被册封为圣人的圣会 教宗方济各在丰盛大典的 弥撒讲道中指出两大重点 并肩前行和心存感激 首先教宗提到了当天的主日福音 那时候有十个赖病人蒙耶稣得到了痊愈 却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他 教宗指出 这疾病不只是身体的 也是社会性的 这些赖病人并肩同行 向排斥他们的社会高声的喊叫 即使当中有个外邦人 撒马里亚人 他也加入这群病患中 教宗闪明这是因为共同的疾病和脆弱 使得凡里倒下没有区别 如同人人都是罪人 不再因为成就角色以及种种的因素而彼此疏离 于是内在的凡里倒下偏见不复存在 我们终于重新发现彼此是弟兄姐妹 不会感到自己高人一等 却分担尽人的脆弱 因此教宗劝勉所有基督徒团体 不应该把世界分成好人与坏人 圣人与罪人 把天主渴望拥抱的许多人聚之门外 甚至把他们排斥在外 在斯卡拉布里尼列圣品的日子 教宗特别念及移民 教宗指出 斯卡拉布里尼主教成立了两个光环移民的修会 并且说过 因着当今的移民潮 教会将成为万民彼此和平共荣的工具 教宗表示 把移民排斥在外是个丑闻 更好的说 把移民排斥在外等同于犯罪 让他们在我们面前丧命 接着教宗谈到 常怀感恩的重要性 福音中 只有一个赖病人回来感谢耶稣 教宗表示 我们往往自顾自的前行 忘记培养于天主的活泼关系 这是糟糕的灵性疾病 那就是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不表达感恩 那就看不见上主的美妙 教宗最后谈到了 此又会终身修饰 泽德的圣德方表 他骑着自行车 成了感恩的活典范 泽德的结合病痊愈之后 一生慈爱地照顾病患 他常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细心照料别人的创伤 10月11日 教宗方济各 在圣伯多路大殿主持弥撒 纪念饭二大公会议隆重揭幕六十周年 教宗强调 回归到饭二的教导 我们要克服自我封闭的诱惑 愿教会成为服务所有人的教会 特别是成为穷人的教会 教宗方济各10月11日下午5点 在圣伯多路大殿主持弥撒 纪念饭二大公会议隆重揭幕六十周年 当天的福音 选自若望福音 祭述耶稣复活后 把羊群委托给伯多路 耶稣三次地问伯多路 你爱我吗 以及你喂羊我的羊群 教宗说 饭二大公会议是对耶稣的询问 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教会在那个事件中反思自己 自己的性质和使命 发现自己是由爱而生的恩宠的奥基 圣神的活电雨 教宗提到 召集饭二大公会议的若望二三世 在大公会议的讲话中 谈到的教会必须生活出喜乐 教宗对此强调 教会如果不喜乐 那就是自我否定 教宗说 一个爱耶稣的教会 没有时间去争吵 恶毒攻击和论战 因为怀有爱的人 做任何事总不可以抱怨 教宗继续表示 范二大公会议的另一个教导是 在世界中与他人共处 从不觉得自己高于他人 而是做天主国的仆人 将福音的美好讯息 带入人们的生活和语言中 分享他们的喜悦和希望 如同天主借着先知 厄泽克尔嘱咐众人 去寻找迷失的羊 并把他领回羊站 爆炸伤口 并治愈有病的羊 为此 教宗强调 教会的存在 是为了服务世界 如若望二三世教宗所说 成为所有人的教会 特别是成为穷人的教会 教宗随后解释 当耶稣对伯多罗说 你喂羊我的羊时 他指的是所有的羊 没有任何的区别 教会是共荣的教会 而魔鬼却要带来分裂 教宗说 在大公会议之后 多少次一些基督徒 喜欢在教会内选边站 他们宁愿做自己群体的支持者 而不是众人的仆役 甚至将自己标榜为 真理的守护者 或是创新的独畅者 最后教宗强调 我们众人 都是天主谦卑的子女 在教会内 众人都是弟兄姐妹 我们是他的羊 是他的羊群 我们唯有团结在一起 才能成为他的羊群 六十年前 圣若旺二十三世宣布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圣保禄六世 将他完成 这个由教宗召集主教们 在福音光照下的普世会议 改变了教会的面貌 一起面对历史呈现的新问题 法尔精神至今 依然没有停止推动过 召开梵尔大公会议的决定 是当时的教宗若旺二十三世 于1959年1月25号 在圣保禄大殿宣布的 经过三年又将近十个月的筹备之后 1962年10月11号 梵尔大公会议终于在梵蒂冈 圣保禄大殿隆重的揭幕 若望二十三世教宗的开幕词 正当在整个会场上 人类必须面临的极严重的形式和问题 不会改变 事实上 基督始终占据人类历史和生命的中心地位 教宗方吉克曾经评论到 梵尔大公会议 对于教会和世界而言 是个恩宠的事件 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我们获益良多 例如我们深化了天主子民的重要性 这帮助我们懂得 教会不是一群思夺和奉献生活者的精英 每个领袭者都是福传的主角 目前以同道邪行的教会 共荣参与及使命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进程 也是来自大公会议 在纪念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揭幕60周年之际 教会会议秘书处发表信函指出 梵尔大公会议的成果之一 是设立了世界主教会议 使其成为大公会议最宝贵的遗产 梵尔大公会议后30年 也就是1992年10月11日 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先签署信仰宝库宗座宪令之后 颁布天主教教理这种罕见的做法 足以证明天主教教理权威性 以及对教理的高度重视 如今天主教教理颁布满30周年 教宗方吉克曾经在2017年时指出 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 借着信仰宝库宗座宪令颁布的天主教教理 不仅提出教会先前的训导 帮助信友增进对信仰的理解 也促使当代的人 带着他们不同的新问题走进教会 自梵尔大公会议以来 教会的社会训导 一直陪伴着男女现身生活者 10月13日 男女修会会长联合会 在大平林天下一家 举办新酒因装在新皮囊里 演习会 由方济会是黄敏正神父主讲 教宗方吉克2017年 发布针对信仙生活者的新指引 对信仙生活者来说 无疑是一个新的方针 教宗方吉克在2017年 以马尔谷福音第二章22节 新酒因装在新皮囊里 年度演习会议 主要是黄敏正神父主讲 主要是黄敏正神父主讲这份圣座 指引文件 黄神父说 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天主圣言 言就是话 这个话 老师在上课 最在意的 就是学生听不听 家长也都觉得孩子很听话 孩子不听话 听话 就是接纳 所以耶稣最在意的就是接纳 很可惜 耶稣从生到死都不被接纳 出生没多久 就要逃难到埃及 因为黑洛德网要杀他 耶稣开始公开传教的时候 在自己的家乡纳扎勒 他们把他推到山沿上 要把他推下去 动私行 让耶稣自己摔死 耶稣驱魔治病 老百姓都鼓掌 好耶 不错 法利塞人精师就说 那有什么了不起 不是靠着魔网驱魔 耶稣就生气了 耶稣说 他是 为爱我们儿降生的墨西亚 是天主子 你自称为天主子 亵渎天主 定他于死地 自耶稣于死 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就是完全的拒绝 所以耶稣从生到死 都不被接纳 还好 只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接纳他了 就是玛利亚 玛利亚说 愿造你的话 在我身上完成 玛利亚的接纳 让耶稣降生成人 如果玛利亚当时很谦卑地说 考虑考虑 给我三天的时间 我再想一想 哎呀不行啦 我怎么样啦 我不够资格啦 我怎么样怎么样啦 哇 耶稣就没办法降生了 耶稣不在意我们 有没有资格 不在意我们的身家背景 耶稣要我们的是接纳 虽然这份指引文件 是写给杜奉献生活者 但平行图与教区神长 也同样适用 因此当天研习活动 除了男女修会会事之外 也有不少平行图前来参加 并且积极参与讨论 彼此交换意见与心得 黄敏正神父主讲的 研习内容 日后将作为影片 存放于真理电台 YouTube频道上 1910年创立的圣家 县女传教区女会 在每年的玫瑰圣母占领日前后 都会联合中国大陆 澳洲和菲律宾等地的区女 及信友一起欢度这个感恩的日子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从罗东高雄来的20位修女 10月8号聚集在台北金美会院 一起欢庆112周年会庆 弥撒在路德圣母歌中展开 看着两病如霜的修女 专注于祭台 无悔奉献的心令人激动 钟总主教在讲到时表示 玫瑰经更有这种圣母的特色 跟圣母玛利亚一起的祈祷 玫瑰经它具有敬礼圣母玛利亚 它的特色 本质上它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祈祷 所以外表方面是跟圣母玛利亚一起祈祷 实际上它的本质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因为我们现在看我们所练的奥基 从欢喜一段圣母领报 这个圣母领报主要的是 那个救主耶稣基督要诞生了 是要借着圣母玛利亚 欢喜二端圣母访亲 所以她怀着耶稣 然后去拜访那个表姐以撒波尔 圣母玛利亚 但是她都跟耶稣亲密的结合在一起 欢喜三端耶稣圣诞 欢喜四端 圣母献耶稣与圣殿 欢喜五端耶稣十二零讲道 所以练玫瑰经 一次一次的练圣母经 但是我们所默想的就是耶稣基督 圣家县女传教修女会 以那扎勒圣家为楷模 效法耶稣玛利亚若瑟的精神 在中国建立基督化家庭 这个不变的创回宗旨 百年来从修女的服务船 到信有的圣家善会 与圣家服务团 始终心情耕耘 圣家县女传教修女会 杜金焕总会长在致辞时表示 我常常讲说只要今天还活着 就要努力地珍惜生命 所以我很高兴说我 我腹部里面得到的是淋巴癌 那已经扩散很大了 医生说第二期而已 昨天星期五下午 新的报告出来 这边又有了 所以变成第三期 有进步 第三期了 不管他第几期 反正就是 生命中就是有这样的过程 不是这个方向就是那个发生 但是要坚持那个信仰 有主跟我们同在 身体也都是他的 什么都是他的 叔你看的办 反正都是你的 那这我们喜乐的心 不管发生好事 或是觉得不是那么好 都是好事 因为都是天主给的 就是礼物 就是要赞美感谢 所以我们彼此鼓励 希望未来的日子 我们还是一样的 在圣家内喜乐 赞美感谢 弥撒结束后 一个插着112和70的蛋糕 不但是为修会 一百一十二周年 慧庆贺彩 更为台北总教区 成立七十周年 中总主教七十大寿 献上祝福 另一个庆祝慧的女修会 是圣母圣心修女会 10月8日在小明女中大礼堂的会庆 热闹而且欢悦 五百多人满怀感恩的心 参加了庆典活动 圣母圣心修女会 庆祝创会九十年美撒 10月8日举行 感恩圣祭由苏耀粉主教主理 荣修的刘丹桂主教 中华道明会总会继安市会长 主徒会张少林总会长 及将近三十位神长共计 当天的福音是以迦纳婚宴为主题 苏耀粉主教特别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迦纳婚宴苏主教说 那我想今天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 就看看我们怎么样 以圣母的态度 然后让天主的恩宠 不只是临在于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临在于我们整个团体 也临在于我们整个的社会 那我想今天的福音的重点 就在圣母发现这对新人没有久了 但是圣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 所以他告诉耶稣 但是他更告诉这些溥义 他无论吩咐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我们相信我们圣母圣心会修女 九十周年来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 在九十年前在沈阳唱会 一路闭路蓝旅 在大陆在台湾 在不只在台中教区 我们台湾好几个教区 修女们都有服务过 也不只在办教育 在我们小名女中办幼儿园 也不只在堂区服务 他们的社福工作等等 就是抱持这样的态度 为天主所用 相信天主透过我们 天主要给我们每一个人 甚至给整个的教会的团体 整个世界不一样的生命 更新的生命 那修女们就是向法圣母 勇敢的将自己教出来 为天主所用 相信天主的恩惩的计划 谢谢 圣母圣心修女会 吴富柔总会长表示 圣爱山庄的扩建 希望能够在两年内新建完成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他们的事工 为修会祈祷 中华圣经协会举办的 2022全国圣经共荣营 10月8日到9日 在台南乌山头水库 晋湖度假会馆举行 开幕感恩祭 由主教团教义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振忠总主教主理 中华圣经协会 总指导神师许达世神父 和薛景然神父共祭 总在每年10月到11月份 左右举行的圣经共荣营 除了中华圣经协会 及协办教区圣经协会的成员外 也邀请了来自各教区 唐区和地区的读经团体来共荣 中华圣经协会总辅导神师 许达世神父接受本台采访时分享说 全国圣经共荣营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就是共荣 我们时常在弥撒中 与基督的圣体一起共荣 在共荣营的活动中 更与天主圣言共荣和庆祝 因为圣言带领并陪伴 独经团体每一次的聚会活动 第二在共荣营活动 为来自各地的独经团体 提供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 彼此将成功与失败与他人分享 增进对天主圣言的熟识及热爱 许神父说 第一个是我们一起共荣 一起庆祝 第二是分享 其中我们也有讲题 我们这一次是巴斯高修会的学生父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看是什么呢 耶稣说了 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 看见我就看见父 那这个看见 我们是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 那从中我们不但是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也认识那派遣耶稣基督来的 就是天主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 在公荣的时候的一个主题 这样子的主题 在每年我们有不同的主题 所以我们这个的全国公荣 不是来看圣经 从头到尾我们就在那边看圣经 没有有一些的我们有开心的快乐的庆祝 也有演讲有分享 继天主教会防疫歌曲 你为我守护之后 目前已经是台湾总修院院长的罗继元神父 最近又有新作品 一起走上爱你的路 他谈到歌曲创作的缘由 大家好 我是罗继元神父 这一首《一起走上爱你的路》的福音歌曲 是我在台北总教区庆祝成立 七十周年的脉络下写成的 在回顾歌堂区历史 我看见了许许多多的传教士 他们的身影都彰显出耶稣的面容 我希望这首歌曲 能够献给每一位 在台湾这片土地上输入的传教士 你是我生命的主宰 我要与你紧紧相依 Praise the Lord 你为我冲造天和地 唯有你是我心所爱 一起走上爱你的路 唯有你是我心所爱 我们一起走上爱你的路 每座圣堂都有独特的历史故事 云林县百年建筑物 斗六天主堂有优美的欧洲 巴洛克古典造型 又有丁松青神父十六面彩色 镶嵌玻璃圣经故事 圣堂成了宗教艺术的新地表 10月9号 斗六天主堂庆祝建堂140周年 透过空拍镜头 我们一起来看看 天主奇妙化工下的 斗六天主堂 真理新闻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